接下来请收看 海豹法师同法讲座 法门无量是远雪 佛道无伤是远程 愿消散张诸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达 世事常行菩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也很感恩我们古里古里森特 我们格西南王 我们这几天都住在那个地方 他们很感谢他们两位 严于把自己奉献给 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 但是用像一辈子一样的在推广佛法 那这几天是殊胜的日子 我们佛教徒这几天在庆祝佛陀 从天上要回到人间弘扬佛法 更特别的是 明天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观音菩萨的出家的纪念日 是一个很大的慈悲的日子 所以大家能够在这边聚会 希望佛菩萨 希望观音菩萨加持我们 更要感谢我们在 普世顿的慈悲学会的 心词跟他的同修 这几天安排这么多的节目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 我们在美国的 所谓国际慈悲基金会的负责人 严秀英菩萨 陈明杰 还有我们的律师 陈信宏律师 都要来参加法会 那我想我们现在最大的幸福 就像我坐在这边 在佛陀的底下 所以因为有佛陀的加持 那我们的内心才有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 佛陀的心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心 都是佛陀的心 因为每一个佛陀 他就像妈妈爱儿女一样 他随时都想要来 把我们的心放到他心里面来 让我们得到最圆满的快乐 所以我们都像一个好贪玩的小朋友 都跑出去玩 然后妈妈每天就在找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母亲的家 母亲的心 我们的生命就平静了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上师 就是喇嘛的慈悲 把我们创造了一个佛陀的家园一样 所以刚刚我跟上师在聊天 希望这个家大一点点 让更多人能够 特别是年轻人 特别是当地的人 都借这个机会可以找到自己 回到佛陀的怀抱一样 所以当然这要靠我们大家的愿力 发心 为什么 因为阿迪迦尊者曾经说 在这个世间最大的善业功德 就是可以引导别人来学佛 那是最重要的 那各位在这几天看到外面 可能要庆祝万圣节 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做成鬼的形象 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对鬼道的一种尊敬 让他快乐 给他糖果 所以这个也非常好 因为至少相信有轮回 这个世间有不一样的众神 所以刚刚我们供养了佛菩萨 那现在呢 佛教最大的慈悲 所以是要把我们中国人对鬼 知道他就是喜欢吃东西 他没东西吃 所以叫二鬼道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很简单的 把我们吃的 拿一点点给他们吃 这个让他们快乐 我们自己更快乐 因为慈悲 只是住在这边的鬼道比较可怜 一年才过一天日子 但是我们学佛了 各位最好天天天天都给他们一种爱 一种布施 在我左手边有一瓶牛奶 那各位就知道牛奶给小baby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小孩子 甚至往生甚至被堕胎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千七百万个名字 所以我们每天都用牛奶 我就像爸爸妈妈每天带着他们 因为我可以修持悲心 所以现在我会念一些咒语 各位不会念没关系 咒语就是一种悲心就好了 我有这个悲心 希望他们喝牛奶吃饱了 外面的鬼有衣服穿吃饱了 希望他们也得到佛陀的加持 你有这个悲心就是最好的咒语 正好 有ifying 有一种 一种 这种 上不再上不了 上不上就說 別跟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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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 安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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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人 然後去外面 那這個時候最好拿到外面的 樹下啊 黑暗的地方啊 給他們快樂 我在這邊今天特別來 所以我就寫了很多 美國境內 波士頓 紐約 所有孤魂 亡魂 動物 死亡者 我都把它写在上面 然后天天带着 因为我们这样修慈悲心很好 就像你把爸爸妈妈放在心里 我们就知道学佛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 看到小朋友来 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因为他会活得比我们久 然后如果他能够了解佛法 然后一直把它传下去 那我想这是佛陀最快乐的 那什么是达玛法 事实上就是一种药养 因为人身体会生病 他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 找到医生 然后给他药 他才可以离开痛苦 所以我想佛陀是最圆满的医生 但是我们从医生身上 就是要得到这个法 这个离开痛苦的方法 那佛陀最主要是把 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的原因告诉我们 而且告诉我们 可以得到没有病的健康的 一个正确的心态跟行为方法 比如佛陀说 当一个人贪心很强的时候 他的血液一定会有问题 叫三高 或是他有糖尿病 或是他有肾脏的问题 那一个人爱生气 这个叫火 火很强的时候 他就会有心脏病 高血压 所以而且他的肺 就会出问题 很容易咳嗽 这样 那如果你这个人很聪明 那是你的思想 有愚痴 执着 那你很容易脑筋出问题 犹豫症 睡不着 头痛 这个就是因为跟你的想法 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人 佛陀说你很骄傲 很骄傲自己 觉得自己比较高 那你骨头最容易出问题 我来美国发觉 最多的就是坐轮椅的人 特别在机场 因为他的骨头有问题 所以你生病了 那原来我们的心态 是我们生病的 最主要的原因 医生只是一个帮助 如果你开始不生气了 你会发现你高血压好了 如果你开始不要太贪心了 你的血压 糖尿病 就好像就会改变 这是真实的 所以 比如说一个人腰不好 那佛陀又告诉我们方法 除了改变心态 多种一点树 那个树很坚硬 在那边 那你的骨头腰就会很健康 那佛陀更讲出更快的方法 你哪里生病 你就去帮助那种生病的人 这就是消除你生病最好的方法 特别你去帮助那些值得尊敬的人 比如说你的老祖父爸爸 或是那些真实在利益社会的人 你去帮助他的身体 那你的身体会好得更快 你就有这个帮助别人 你将来也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所以各位没事就要来问格西拉玛 有没有生病 你可以帮助他 你就是不容易生病 如果你要发财 更快一点做生意 你就要来问格西拉玛 有没有缺钱 你给他钱供养 那你就很容易发财 特别各位 在美国一定有很多穷的人 甚至冬天到那边 没衣服穿的人 那佛陀说 你直接去帮助他 就像在供养佛陀 帮助佛陀一样 给他衣服 给他食物 给他钱 那我们后天 听说我们要出海去救命 因为人也是生命 虾子螃蟹也是一个生命 如果我们帮助他的生命 不要被杀 那你的生命就不容易生病 也没有车祸这些事情 特别各位 刚刚我讲到 你的腰不好 那你要多放那些 大一点的龙虾 你的骨头腿不好 你可以救那个螃蟹 它那个脚很有力量 就类似这样 特别眼睛不好的人 一定要多救螃蟹跟虾子 因为螃蟹跟虾子的眼睛最可怜 他们没有眼皮 他一煮的时候 就第一个烂掉的就是眼睛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吃螃蟹龙虾 你可能就眼睛不好 腰不好 当然佛教这么说 他只让我们相信 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健康生病 有钱或贫穷 是决定在你自己的思想跟行为 你这辈子住的房子很大 很大很大很漂亮 那是因为你过去帮忙 寺庙啊 医院盖房子啊 你帮助穷人给他房子住啊 所以你这辈子 住的房子就很大 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生生世世 都很有智慧 很会读书 那各位要多印经典 或帮助别人读书 帮助贫穷的地方教育 那你就会受到很好的教育 然后你的智慧很高 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佛像佛经 都会很想去拜 去尊敬他 因为你尊敬应该尊敬的对象 那你将来也不会被看不起 你就会生在高贵的地方 有权力的地方 所以佛陀最主要给我们讲了 三个修行的方法 那这哪三个 第一个就是 让我们这一辈子快乐 来世快乐 不会痛苦的第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得到这一辈子 或来世的快乐 那你要注意你的行为 就是不要去伤害到其他人 或生命 进一步呢 多帮助和不失 这些贫穷的 需要被帮助的众生 就是不伤害叫守戒律 那帮助叫不失 如果这两个做得很好 你这辈子快乐 来世也快乐 那佛陀第二种 告诉我们 第二种快乐 那就是一种 解脱 轮回的快乐 事实上你在这个世间 就算你很有钱 很漂亮 很健康 但是将来还是要 会老 会死掉 还是会去轮回 如果要 确实解脱 轮回 那我们叫 消除 轮回的因 轮回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的 贪心 生气 这些烦恼 你把它消除掉 那你就不会轮回 所以明天我们会在 Gurugula Center 办一个叫 宅戒 就是说 没有贪心 没有欲望的 一天的生活 像阿罗汉一样 让自己的心 休息休息 特别明天是 观世音菩萨 出家的纪念日 也就是说 观音菩萨就是希望 这个出家 家是代表 轮回痛苦的意思 那希望我们 能够超越 轮回痛苦 得到一种 生命的平静快乐 特别现在 很多人喜欢 Meditation 就是让你的心 不会 生气 不会被诱惑 你能够 控制你的心 保持在一个平静的 这是修行很好的方法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那很简单 佛陀告诉我们 第一个 不要去 伤害到别人 就叫诸恶魔作 第二个我们 多去帮助别人 做善事 那你就可以 现在快乐 来世快乐 第三个呢 进一步你能够 净化你的心 不要起心动念 就是平静 没有烦恼的状态 那你就达到 佛教的一个 很好的修行 但是各位 听起来 好像蛮简单 但是你就 不容易做到 假设你现在是 十八岁的 女孩子 小男生 他叫你不要谈恋爱 哇 你会自杀 你会觉得很痛苦 我怎么不能够 谈恋爱 因为你的心 就是控制不了 所以佛教的修行 一个最主要 就是一种 心灵的训练 如何控制你的心 如何抓住你的心 叫调伏你的心 不会去贪心 去生气 这是很重要的修行 所以各位 在路上看到 格西拉玛 你就要合掌 哇 他们好伟大 他们不需要女人 他们 他们不会想要赚钱 哇 他们好伟大 他们都是从小时候 就出家 这一辈子就 完全没有私人的欲望 然后呢 一辈子都在修行佛法 甚至到 每个国家去利益众生 所以 那我们去赞叹他们 去扶持他们 我们自己也得到 他的力量功德 那再来就要谈 佛陀的心 佛陀虽然叫我们 现世快乐 来世快乐 最好解脱 但是佛陀 他最后是成佛的 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佛陀 他不但帮助自己 他最主要要帮助 所有众生 都没有痛苦了 再成为佛陀的生命 那今天要送给各位一张 就是我要讲的今天 阿底霞的佛法的教育 那阿底霞尊者 把他修行的精髓 做成一个佛塔 写了很多重要的 那这个 如果放在你身上 你就心不会被污染 不管贴在家里 放在车上 就不容易被负面的伤害 这个等一下就要发给大家 那佛陀的心 在我们佛教叫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决心要帮助所有的众生 都像我妈妈一样 让他们都成佛 所以为这个在精进修行 这个叫菩提心 所以各位身上带着这个 你要说 佛的菩提心在我心里面 就像各位带着佛像一样 带着观音菩萨 学菩萨的慈悲 带着地藏菩萨 学习地藏王菩萨 孝顺众生 来提醒自己 就像一个妈妈 她无时无刻都想到 她的儿子女儿 吃饱了没有 健康了 快乐了没有 她只想这个 她活着的目的 好像只为了儿子女儿 只要他们健康快乐就好了 那佛陀的心就是这样 但是她不是对一个人 她是对所有的众生 我们叫六道众生 她都用这样子的心 在帮助他们 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佛法 大乘佛教的经典 最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讲到菩提心 并不是说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 供养出家人了 不需要去供养佛陀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 你要用为了成佛 帮助众生的心 去做这件事情 去吃饭 去开车 去讲话 去穿衣服 都是怀着这样子的 不自私为众生的菩提心 就像因为这几天是天降月 所以我们 故意在世界各地 一直做很多 所谓的善事功德 但是用菩提心来做 在斯里兰卡 救了108头牛 最近在西藏 也救了108头 牦牛 每天 在台湾 救了几十万的鱼 这几天 也在印尼 救了很多 要被挖开头脑 吃掉的猴子 还有那个很大很大的 蝙蝠 所以在世界各地 一直做 做这些呢 是要回向给众生 用慈悲心做 希望众生离苦 希望成佛 要努力去做 特别各位听到我讲到猴子 怎么有人在吃猴子 但是他们有那个习惯 而且我们买的猴子 一直才10块钱美金 而且那个猴子 都是小猴子 为什么 他们少往去抓 大的都跑掉了 小的跑不掉 所以把小的全部 就抓回来 但是各位都知道 那些母猴子 会哭一辈子 因为他找不到了 然后有些抓来的小baby 还不能吃 他们就给他养养养 大一点再吃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 把他们救回来 因为当地人认为 吃猴子的脑 他会更聪明 但是事实上 他以后就会有脑癌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他老了会失智 那很多人问 怎么样会快一点 不会失智 那我们老和尚也说 最好是救这些 要被杀的猴子 让他不用被打开脑筋 让他自由 而且他能够找到 他的家人最好 那你的家庭也不会被破坏 而且脑筋会到老了 还是很有记忆力 那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要修 成佛的菩提心 必须以平等 没有分别的慈悲心 做基础 不分宗教 不分什么人 不分什么众生 你都要用悲心 希望他离开痛苦 你要修这个 我们最近 这一年多 在世界各地 送出了 素食的便当 有98万份 那为什么要 请人家吃素 借这个机会 让他了解 爱心的食物 慈悲的食物 你对他慈悲 他也会感动 所以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然后吃素也会很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 到了美国 到欧洲 现在觉得很好 因为到处都是 Vegan 特别我今天坐飞机 坐阿拉斯嘎 航空到美国来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我都还没讲 他就知道 你是Vegan 然后就给我 很好吃的 我说 我说他们做的都 奇怪 都比我们好吃 也不一定 但是 他们给我一份素食 我更要表现慈悲 而不是说 我有这个 嗜好喜欢吃植物而已 所以我就一定要 对他微笑 送他东西 原来你是 有爱心慈悲 所以你在吃这种食物 搞不好这位 空服员 他将来也知道 吃素的功德 所以我也要对我 坐在我隔壁 那个吃肉的 刚好他是中国人 我就表现很慈悲 对他很好 送他东西 因为我是Vegan 所以我们在机场 买一杯 可可 巧克力 巧克力 他都问我们 要不要加牛奶 因为我们是Vegan 所以他说你不能加牛奶的 所以他给我们加豆浆 加杏仁奶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所以到美国 我就会去找Subway 因为Subway有真正的Vegan 蔬菜 还有那个豆子的皮 夹起来很好吃 但是 我必须想到 我们不是为了自私的健康 才吃素 虽然有时候素是很不好吃 但是我们是为了 不愿意他痛苦的 慈悲心 才吃素 这个要抓住 但是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因为从加拿大 跑到美国来 终于吃了一顿 很好吃的丁了 虽然想吃素要慈悲 不过好吃很重要 所以我常说 佛法 慈悲心的佛法 要表现得像一顿好吃的东西 给人感觉 如果你 你没有表达这个 最主要的慈悲心 什么东西都不好吃 所以我认为 就像我 我英文不是很好 经常到欧美国家 他们问我 那你怎么跟他们谈佛法 我说没有 我用心而已 我爱你 你要脱离轮回 我只有用心 所以我在机场 看到很多人 在任何地方 我就一直 一直用这个心 故意去训练 所以训练久了 我就觉得 我自己像个女人妈妈一样 因为你就会很柔软 希望她健康 也为了她好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善事 是要来供养她的 就像各位 现在看到后面的佛像 这么庄严 这么好看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种 慈悲心的形象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 佛法可以超越 语文 文字 宗教 所以我很喜欢去教堂 去那边 去祈祷 那我们也是用慈悲心的心 就会有慈悲心的声音力量 来供养 圣母玛利亚 耶稣基督 希望所有人都找到慈悲的快乐 我觉得我们华人 中国人就 比较不容易表现 放在心里面 放在心里面 外国人很会表现 哈喽 但是他不是真爱你 所以各位来这边要学一下 学他们把 哈喽我爱你 但是真心想要去帮助他们 意思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 圆满佛陀的心 菩提心 因为我们从内心里面 真正去爱每一个生命 特别各位有结婚 请注意 我觉得夫妻有时候会吵架 这也不好 因为你既然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太太 就不要去伤他的心 他可能会做错事情 他去喝酒了 晚上没回来 但是你看到他 是用一种爱 因为你爱他的心 而跟他说 可能你这样是做错了 因为我是爱你的 而不是因为你没回来 我生气 那你一生气 那就伤了对方的心 那就不对了 所以有个重点就是说 各位一定要 用爱心悲心 去照顾对方的心 这个很重要 不然有时候会被批评 你对狗比对人还好 因为狗不会伤你的心 那人会 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只要在看经典 或是打坐思维 我永远要把 最痛苦的往生者 最近报纸发生的爆炸 死亡 放在我这边 因为我的目的 我做什么事情 都不能够离开 慈悲心 所以我的师父要我 他说 地球是你的道场 至少现在 你要每天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不能停 所以每次隔西 他们看到 海涛法师 你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我说因为我要去看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都在很多地方 所以你要去跟他见面 对你来讲 就像各位去看到你的妈妈 你会很感动 就像 我今天来这边 两位菩萨 帮我们煮很好吃的饭菜 我一看就 那都做过我妈妈 做过我姐姐 所以他就是要 最好吃给我吃 不然他不快乐 所以 羞慈悲心 不能光研究 是学习 如何 让你看见了 住在你隔壁的人 街上看到的人 勇于 很勇敢地表达 你对他的爱 跟关心 如果没办法沟通 但是你至少心里面 真实的 我妈你别命 对他 别干这 别干这 就是希望他好 希望他发财 一定要一直要发出来 所以我这一部分 讲了比较久 是因为 我发觉现在 很多人很喜欢 meditation 或者修很多仪轨 他可能修得很好 但是 他如果没有用 很强烈的 平等 谦虚的 慈悲心去做 他修得很好 他就会很骄傲 我会 你不会 然后慢慢 他就会脱离别人 最近我碰到一个女菩萨 她非常有钱 她住那个地方 但是后来 他们跟我说 她得了癌症默契 刚开完刀 然后又遭遇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有一天 她跟她先生 她先生在大陆赚钱 在讲电话 突然旁边有个小孩子 叫爸爸 原来她先生在外面 还有生小孩 但是她 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后来 来参加法会 在哭 在讲这个事情 我跟她说 因为你离开慈悲心 你才会痛苦 而且 这个时候是 佛菩萨安排的 让你学佛 最好的时间 这么有钱 结果 先生好像对你很好 好像他骗你 这个时候 你才会开悟 了解众生的苦 所以 我们要修 慈悲心之前 一定要把 这个自私 占有我的 这个要去除掉 因为这个才是痛苦的根源 你了解了这个痛苦 那你才会对别人的痛苦 更了解 他住的房子 两千万美金 他好可怜 因为 他认为 他得到这个是快乐 事实上 他会更痛苦 所以你不但不会生气 你还会想要帮助对方 当然 在对方这么痛苦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这个世间最好的依靠 没有问题 佛陀 OK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想 你的生病啊 你先生啊 你要想的是佛陀的心 佛陀会来加持你 你就可以超越痛苦 所以 相信 绝对的相信 佛陀的心 阿弥陀佛 要是佛 上师的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世间 活着 包括我们出家人 都觉得很痛苦 特别像两位上师 待在 没有藏人的地方 不是家乡 在这边要很艰苦的 去推广佛法 那是因为 内心 有相信佛陀 佛陀加持 他内心就很平静 所以我们 很有福报 因为世间的人 大部分都是 他得到爱情 得到权力 他觉得很平安 但是我们 明明知道 这些时候会变的 但是我们可以 依止佛陀 依止度母 那各位说 天天要齐请 齐请 佛 度母 本尊来加持 你 这个很重要 那你越有信心 你就越有悲心 为什么 别人不知道 别人 白受苦了 因为他抓不到一个点 所以佛陀 会一直强调我们 执着 想要抓住什么 这是你最大的痛苦 各位一定要告诉自己 不要让自己受苦 但是往往一个人 都认为 我得到这个东西 得到这个金钱爱情 我好像生命是平安 那个只是一种脆弱 就像吸毒 吸毒越来越深 你就越来越痛苦 所以我期望各位 多去痛苦的地方 老人院 屠宰场 或是在网络上 看到很多过去的 痛苦的事情 黑死病 战争 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 你会知道 世间 都是这么痛苦 你就不会再执着 只会生起悲心 像我就很喜欢去 跑魂牧 老实说我来美国 讲课没多少人 但是魂牧鬼很多 可以让我修很大的悲心 而且听说这边 又是美国南北战争 他们说杀最多的 还是死最多的 所以我就很想赶快 但是事实上我的心 就已经跟他拉在一起 所以我坐在这边 我就一直想他们 一直希望他们 也得到佛陀的加持 因为这样修行很重要 所以佛陀 视线在这个人间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所在的世界 包括你拥有的身体 都是个痛苦 这是真相 不干净的痛苦 因为它不断地在变化 你没办法掌控它 这一点要看清楚 这个叫觉醒的心 这个叫智慧 所以在中国特别 历代祖师 都劝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的净土 这个是一种慈悲 因为这个世界很苦 因为变化无常 但是有一点 往生净土 并不是逃避 而是因为你有悲心 我去净土 这是暂时的 目的是要回来 帮助他们 因为你有一个智慧 跟悲心 会来帮助他们 但是佛陀 要讲的更重要的观念 往生净土 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 是你的心 你的心已经在极乐世界 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真相 了解了 放下了 然后你生起了 阿弥陀佛的心 我要帮助 所有在轮回的众生 脱离这个痛苦的世界 所以往生是现在 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愿 放在一起 但是你的悲心 一直帮助众生 也能够脱离轮回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听我讲 你的脚是在世界轮回 很痛 但是你的心是在极乐世界 因为你在听佛法 心很快乐 希望这个世间的所有痛苦 他们都要了解 要放下 甚至你的酸痛最好把它变成 所有的痛苦都是在我酸痛里面 我用我的身体来承受众生的痛苦 那我用我的念佛的菩提心 来帮助他们超越轮回 有一句话很重要 任何的痛苦 都是佛菩萨要提醒你 你执着了 你执着身体了 你执着爱情了 你执着儿女了 他在提醒你 所以你要把这个痛苦 转为一种智慧 哦原来我执着了 所以我不能执着 而且我还要用慈悲去对待对方 那这个痛苦就是佛菩萨 对你最好的加持 所以我就跟那一位 刚刚我说了 得癌症末期 先生有外遇的这位女菩萨说 现在你要做菩萨了 因为你了解了 你可以赚一间两千万美金的房子 显示你能力很强 但是呢 现在佛菩萨加持 让你了解更需要的是 智慧跟慈悲 你可以以你身体的痛苦 跟婚姻的痛苦 去告诉那些正在追求 或是满足的人 告诉他 这个就是真相 但是你首先你要超越 你已经超越这个痛苦 你也可以帮助他超越这个痛苦 但是有一点要强调 我们修行不是让瓦癌症好起来 我们修行不是让我心态不忧伤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不然你还是在世间法 我们修行的唯一的目的 而且快速要达到的就是 我要成为佛陀 这一点要抓得很紧 不要求世间的快乐 因为你唯有成为佛陀 你才有真正的慈悲方法 去救度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所以各位经常念佛 或是修仪轨 你喜欢修度母 你喜欢修药士佛都没关系 那个时候你的心 必须跟佛陀的心完全一样 所以这样的 用这种心去帮助众生 不是修这个仪轨 希望自己得到什么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 菩萨总带三分病 就是说一个修行人 最好随时有痛苦 有生病 这样你才会去感受到众生的痛苦 但是不要为了自己脱离病苦 才修行 所以大乘佛教的修行 终归四个字 就像各位对我念 一心念佛 这个一心 一平等 我的心 佛的心 跟众生的心 都有佛心是平等的 如何让自己的心变佛的心 菩提心 如何让众生的心 也能够接近佛的心 就保持这样来念佛 或是修仪轨都可以 所以阿提侠尊者有一次 看到一只马被夹在树上 因为他头窜过去那边 他就坐在那边 用他的悲心 把自己的身体缩小 这样观想 然后把这个已经缩小身体的心 又去融入这个马的心 结果马的身体就缩小了 缩小以后 他就不会夹在树子了 就自由了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当你心是菩提心的时候 是悲心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影响他们 变成这种心态 但是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修行 结果你自己骂他 说你怎么去打麻将做坏事 那你是让他更糟糕而已 你一定要自己得到这个心 然后再去影响对方 就像各位在念 要是佛心中 那你要相信 要是佛在你心里面 当你在念的时候 这个蓝色的光 就照着那个生病的人 那个心里不快乐的人 那个贫穷的人 结果就算他是个魔鬼 拿刀要杀人 你都可以转化他 他会变成一个好的人 一个好的心态 所以但是最主要是 从你的心出去的 所以就像我们 尊贵的 感千仁伯切 讲一句话很好 身体可以被伤害 那是死掉 但是菩提心不能死掉 所以我们要 大称的修行 他是要利用 不管你是念佛 诵经 词咒 修仪轨 保持那个菩提心的状态 那自然你就可以 转化这个世界 就像这两天 各位如果晚上看到月亮 你要马上把你 把佛 把月亮变成佛的心的光 也把我们自己做的一些 各种的功德 供养这个月亮的光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 看圆满的月亮 然后他就得到佛的加持 得到你的功德 那阿提侠尊者也说 一个人要修行 最重要的是要消除业障 所以各位要经常忏悔 第二个呢 要累积资粮 所以各位要多点灯 布施等等 那消除业障 跟累积资粮 最快的方法 那就是用一种 大悲心 菩提心 来修行 那是最快的方法 阿提侠的师父 荆州大师也跟阿提侠说 孔雀 是用毒 做食物 这个世间 所有的痛苦 烦恼 敌人 你如何去转化它 所以菩萨 不能舍弃 这些痛苦 不能舍弃任何一个生命 这反而是你成佛最快的方法 所以 对任何痛苦的境界 各位都不要排斥 最好变成都是你的 所以 金州大师要阿提侠尊者 修制它 交换 这是金刚证 比较重要的 因为 把所有的痛苦的境界 都变成 孔雀的 食物 毒 那这样才可以消除你的 我质 贪质 这是最好的境界 那经典也说 我们愿意成佛 圆满菩提心 一定要消除 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 各位千万不要讨厌众生 再不好的人 再不好的一只最讨厌的老鼠蟑螂 你都要想办法 用帮助他 用你的心 去给他 第二个 不管你如何帮助众生 要了解 他都是空无自信的 给你多大的痛苦 那只是你的感觉 因为 你根本没一个我在接受这个痛苦 要思维这个幻化 空性的道理 所以 金州大师 教阿体教尊者 各位都会背 七重因果 从 知母恩 念恩 报恩 知道众生对我们的恩 而愿意给众生快乐 而愿意拔除众生的悲心 这个 要把这个成为一种 生命的责任 我愿意去承担 所有母亲众生 离苦得乐的责任 你愿意去承担 而且是孤独的承担 你才能够发展成为菩提心 但是 你要修菩提心之前 必须先修 叫 自他平等心 虽然我们都会念 自他平等 自他平等怎么修呢 第一个我认为最重要 对陌生人的不关心 这个是不行的 你故意要去关心他 把他放到你心里面来 对你贪心的 你要放下 你不能我喜欢这个 对你恨的 你要特别去爱他 但是必须从 对陌生人的不关心 开始修 要故意去关心他们 所以各位坐在路边 你开始在放光 对每一个走过的 开过车的车 天上的鸟 你要把他放在你心里面来 而不能说 他跟我没关系 那更重要的 要修 各位投为北教 自他交换 愿所有他们的痛苦 都我的责任 都我来承受 我努力地修很多 以菩提心所做的功德 都要供养他们 供养他们 各位要一起练习 所以我认为这个练习 并不是说你在佛堂 就要练习 而是任何时间你都可以 但是为了这个世间 很多人现在在受苦 没钱啊 没房子啊 很多有灾难的地方 为了要帮助他们 所以各位一定要 修真正的 无我的菩提心 不然我们没有福报 去帮助我们生病的妈妈 这些众生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一个泰国 很大很大的寺庙 那是一个 一个华人的住址 结果这里面 佛像虽然很多 但是有四个字 很明显 一边写的忍辱 一边写的慈悲 那个住址给我讲 就是修这四个字而已了 所以忍受一切 痛苦 但是永远不放弃慈悲 这个才是佛作的教法 所以谢谢各位 坐在这边 坐那么久 但是佛法 第一个 我们相信因果 开始不做坏事 包括要孝顺父母 多做好事 第二个 虽然我们努力了 但是我们内心里面知道 它是虚幻的 假的 愁意它 让自己的心安住在解脱 第三个 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解脱 所以我们必须成佛 为了成佛 所以我们真心的去修菩提心 但是也为了修菩提心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去接近 修菩提心的人 不然我们觉得 我好像很孤独 我一个人在修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善知识 那没关系 多念观音菩萨 多念阿弥陀佛 因为它们就是菩提心 它会加持你 虽然我们短短的时间 但是希望各位 找到永恒的生命 什么意思 希望各位把你所听到的佛法 过去现在 努力的 讲到嘴巴烂掉 要跟别人讲 就像各位很会讲英文 太好了 如果我是你 我早就哑巴了 因为我讲不完 但是我一定会很努力的 用尽各种方法 变成书 变成袋子 像我们今天各位 做到这边 直播了 对世界都在播 希望他们听得到 看得见 所以要很积极的 去推动佛教 去弘扬佛法 因为佛陀讲的 我们的心 一直在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 不断地在参与 整个宇宙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 一切的存在 都互相影响的 互相依赖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 一个真正的 无我的菩提心 那你会发觉 世界在跟着你改变 透过你的语言态度 很多人就会找到 它生命的意义 不分在家出家 我们讲的真正的出家 是一种观音菩萨的出家 是一种慈悲心 无我的 它影响了这么多人 所以希望大家 多亲近我们 尊贵的格西 跟我们拉玛 因为他们用菩提心 来到这个地方 在推广了佛法 不分哪一个教派 我认为教派是一个方便 重点就是 这种利他的心 而且各位要把这个 带到你的家庭 那为了要帮助家庭 你要改变你自己 不生气 微笑 原谅他们 煮好的菜 素的 你要开始 用你的行动 去表现佛法 这两天 我有跟格西拉玛在聊天 哪里是我的道场 Facebook 因为我每天用各种的方法 在网路 去推广 佛法 所以 因为这是我的个性 我喜欢流浪 但是各位 道场很重要 如果没有一个道场 我们没办法从生活里面去修行 大家在这边聚会 所以我还是要回复 希望大家 扶持我们上师的悲心 让这一尊佛像 更多人看得见 因为看到他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 本来的面目 我们就是佛 本来就是这样 不要再流浪了 那最后我要 带着大家来修行 我们都念 大家都会念 然后你变成观音菩萨 你的心变成观音的心 我们念出来的声音 就是观音菩萨的声音 然后每念一个 就出现很多观音菩萨句 就苦就难 然后很多人 他也变成观音菩萨 世界也变成观音菩萨的净土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一念 所有话都变观音菩萨 一只狗也变观音菩萨 所以你会觉得 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正在转化他们 特别所有胎儿 都变成观音的心 所有往生者 所有正在找你麻烦的 甚至所有的国家领导 都变成观音菩萨 千万不要对立 在不好的外表 内心都是观音菩萨 都是平等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改变对方 我认识一位老师 他这边痛 医生检查 他可能这边得到淋巴 然后他就跟医生说 那我回去三个月再来 医生说你现在不赶快开刀 他回去就没上班了 他就每天念大悲咒 每念了三个月 很认真 那再去给医生检查 医生说 怎么不见了 医生说你找哪一个医生 他说他找观音菩萨就对了 所以我认为 这本来就是真的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也帮我妈妈这样 我也帮我哥哥这样 所以不管你现在有什么痛苦 你用你的心 一个无我的平等的慈悲心 念什么都无所谓 保持这个心 你会发现你这个心正常了 这个癌细胞 他就不给他加油了 这个病他慢慢就断根了 然后你得到快乐 也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 但是要讲一个重点 你一定要先变成观音菩萨 有观音菩萨的心 你才能够转化别人 好 我们把所有功德回向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回向地狱道 回向恶鬼道 回向所有往生动物 所有流产胎鹅 死亡友情 回向所有病苦者 贫穷者 自己的家人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铺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南无阿弥陀佛净土 南无三摩地 现日光谈成正法 微得如来 南无三摩地 现日光谈成正法 微得如来 南无三摩地 现日光谈成正法 微得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七万劫中 一切众生之以获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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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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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